HELLO 大家好,我是景城 那很開心我們又來到了第三集的 如何走進舞台魔術的世界 在上一集我給大家推薦了這麼多古典流程的作品之後呢 大家回去有沒有看啊 那看完之後呢,相信各位一定或多或少有人 開始有興趣想要嘗試看看去練習古典魔術 那這一集我們就來講一講 在練習古典魔術的時候 有哪一些要注意的事項跟一些建議 首先要說的是,如果你想要開始練習古典流程 但是你還沒有自己一套的作品 你也還沒有建構一套作品的概念的朋友們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實是從抄襲開始 我知道這樣講有點怪 但是其實這裡指的抄襲並不是真的說 把別人的作品拿過來當作是自己的 而是從別人的作品開始去練習 藉由練習現有的作品去理解對方 為什麼會這樣設計他的流程 他的動作,甚至是他的眼神的引導 物件擺放的位置,招式的連貫性 怎麼樣子 把東西從該有的位置 隱蔽的移動到另外一個位置的等等 這些設計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範例 藉由學習別人的作品等你融會貫通了之後 再開始去做自己的作品 其實是一個非常棒的方法 那如果你已經選定了流程 或者是你已經有能力自己創造出一套流程的朋友們 接下來要告訴大家幾個在做手法類型 也就是古典流程的非常重要的觀念 魔術跟其他演出最大最大的不同在哪裡呢? 就在於魔術不能失誤 舉例來說,舞蹈如果失誤了 那頂多他就是 不那麼好看 但還是在跳舞 比如說唱歌 唱歌如果你走音了 你也是在唱歌只是你走音了 但是如果魔術你失誤了 他就不是魔術了 所以這是魔術一個最大最大的不同 所以手法的練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是玩哪一個項目 你都必須要大量大量的去練習 形成肌肉記憶 讓你在上台的時候 能夠保持一定的穩定度 不然等你上台時 就很容易因為緊張啦 舞台上面其他的干擾啦 觀眾的呼聲啦等等的原因 導致你發生失誤 那如果你發生失誤了 你這個魔術就失敗了 Oh god please no no 我知道這個聽起來很基本 甚至可以說是廢話 但是我真的看過太多太多的 可能你是學生要上成八 在準備的過程中 你設計了一套非常非常棒的流程 但是因為疏於練習 導致你在台上 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發揮 沒有辦法把你最完美的一面 呈現給觀眾 那就會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務必請一定要做足夠的練習 以我自己為例子 我記得我在高中的時候 剛開始學習舞台魔術的一些手法的時候 我是把不管是排啦 球啦 CD啦 上課的時候 我就把手藏在抽屜裡面 不斷不斷的練習 當然這不是正確的事情啦 上課該上課還是要好好上課齁 但是確實大量的練習 可以有助於你的穩定度 不過還是請大家記得 要找其他的時間去練習好不好 不要在上課的時候練習喔 不過這邊也要提醒一下 在你做大量的機械式的練習的時候 也不要忘記了 要常常去靜止前面 對著靜止調整一下 你做練習的動作有沒有角度的錯誤 因為一旦養成了錯誤的肌肉記憶 當你下一次要矯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怎麼做就怪怪的 因為你已經非常習慣這個動作 所以在練習的過程中 時不時還是要矯正一下 不然一旦你真的形成了錯誤的肌肉記憶 有可能上台如剛才所說的 因為緊張啊 或者是觀眾呼聲等等的干擾 導致你去做了你最熟悉最熟悉的動作 但這個動作是錯誤的 那也會導致前面的練習都功虧一虧喔 那上面提到的招式練習的重要性 但是要完成要完整好好的表演一套流程 絕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剛剛說的招式練習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條件 再來就是在你練習中要特別的注意舞台魔術中 非常重要的兩個元素 尤其是手把類型的魔術 那就是空以及丟 簡單來說就是招式發生前後的處理 那因為這些動作在表演的過程中 是不被觀眾所察覺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其實很多新手他反而會忽略掉這一塊的練習 但其實如何隱蔽的做好 偷跟丟有時候甚至比招式本身還要來的重要喔 所以務必對著鏡子多加練習 以確定自己的動作有足夠的隱蔽性 那究竟怎樣是好的偷跟丟呢 怎樣才是適當的事前事後的處理呢 這邊我給幾個重要的觀念讓大家去參考 一盡量不要讓偷跟丟成為當下在場上唯一發生的事情 要利用招式或情節的掩護 二不要過度的側身 側身是很好的掩護 但是過度的側身反而會適得其反喔 三利用身體移動引導手臂 身體的轉動能有效的幫你掩蓋掉手臂的動作喔 其實這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大動作去掩護小動作 四用肢體跟眼神引導觀眾的視線是很重要的基本功 眼神跟動作的引導可以更加強化效果的發生 也可以協助隱蔽偷或者丟的處理 這也是大家常說的錯誤引導 那以上四點如果大家有好好的掌握的話 並且多去看其他的影片 去注意人家在這一方面 他如何利用這幾個觀念去處理他的偷以及丟的動作 你就會發現你的流程會有很大的進步喔 那最後要講的這個東西有一點玄學 在魔術裡面很重要一點是你要相信魔術真的發生了 觀眾看起來才會真實 這是魔術很難的一部分 因為你的感官跟你的理性上 看到的正在做的事情 他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啊 但其實魔術師就像演員 一個演員他也不會真正的理性跟感官上 相信另外一個演員已經死掉了 但是他會利用自己在台上的角色的建構 去感性的理解到另外一個角色已經死亡 從中帶出他的憤怒和難過 這樣子他才有辦法讓觀眾感同身中 觀眾也才會跟著在感性上 相信另外一個演員已經死掉了 而我們魔術師也一樣 要去相信自己所創造出來 觀眾所看到的那一件事情是真實在發生的 我知道這有點難 但是你盡量在感性上的去相信 想像模擬這件事情真正發生在舞台上 擺脫感官上所看到的 嘗試去相信魔術是真的發生在那個當下 並且跟觀眾分享魔術發生的當下的那個驚奇 這樣子會使人的表演更有說服力喔 那最後我想要分享一支影片給大家去看 這是Pen and Taylor的影片 他們在他們自己的節目中有表演過 我忘記這個作品叫Smoke還是Smoking 反正我會把連結丟在下面 再請大家去觀賞 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教材 雖然說它是藉由藝術化的加工 讓觀眾看到魔術背後的另一面 而對魔術產生一種欣賞 但是其實他在講的東西也確實是我們魔術師應該要注意到必須要做好的部分 那影片到這邊也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還記得幫我留言按讚分享 那中間如果有任何的問題也都可以在下面提問 我也會盡可能的回答大家 因為你的留言可以使我的影片更受到YouTube的關注 所以如果各位願意在下面留言的話 會是對我非常非常大的幫助喔 影片到這邊就告一段落了 謝謝你們的收看 謝謝